大便出现这四种情况 肾虚透了 教你一个补肾强肾方 你知道吗 当大便出现这四种异常的时候 往往说明肾虚了 你怎么来判断自己是哪种情况呢 下面我就来教大家对照进行自测 并再告诉你一个能够提高肾气的好方法 首先第一种大便扬实力 多是脾肾阴虚 这类人呢 大便经常出现干燥的情况 通常是那种一粒一粒的 像杨屎哥的一样 晚上一睡觉就容易失眠到汗 这多半是体内阴液不足的表现 此时就需要滋阴补精了 其次第二种大便干节都是肝肾阴虚 这类人呢 平时大便容易干节 很难排出来 通常还会伴有异味重的情况 这时还会出现房室时间短 口干口苦口臭等问题 此时想要改善 我们就要滋阴补肾 再说第三种大便虚软不成形 容易黏马桶 都是脾肾阳虚 这类人呢 每次大便的时候 几乎都会出现黏马桶 冲不干净的情况 通常四肢也比较困重 总是感觉乏力气短 尤其是手脚温度比较低 在房室方面呢 也提不起来多高的性质 这种呢 就要补阳散寒 最后呢 第四种大便 先干后细 多半是肾气虚 湿热重 这类人每次大便的时候 一开始可能是又干又硬 但是后面就开始变软了 总感觉排不干净 有的时候还会觉得排便无力 平时四肢也容易发酸 腰气酸软 嘴里总是黏腻不爽 要变发黄 这种呢 就要补肾意气了 你是哪种呢